2023年双十国庆烟火将于台中中央公园释放 今年国庆烟火节目时间长达36分钟 预计释放近3万发烟火坛 本次国庆烟火表演是睽違9年再次于台中举行 而因因即将到来的人潮 台中市政府也规划了大众运输接驳车路线 交通管制方案等同时也结合周边的商圈 也是提出一系列的促销活动 以下介绍2023年台中国庆烟火相关资讯 包括接驳车交通管制中央公园停车场讯息 而在台中公园以外民众也可以多加利用台中市 政府公布的16处最佳观赏地点 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烟火美景 2023年双十国庆烟火定于台中中央公园释放 时间为10月16日当天晚上8点 2023年台中国庆烟火节目时间长达36分钟 预计将释放近3万发烟火坛 且首度使用爵士风格配乐 再搭配无人机推出灯牌盆花灯发烟火 以及棒球爱心双十等特色烟火组合 2023台中国庆烟火最佳观赏点 中央公园停机坪 寒味觉 触觉体验区及芒草区跨月桥 虽然水资源回收中心寒洗雀桥大和福德石广场 创严22创严26停车场冯甲大学田径场 中国医药大学连外道路北屯区敦化公园 老树公园 新平公园 文修公园都会公园景观平台 九天民俗记忆团广场白杨山顺地 旺高辽夜景公园 力宝乐远秋冯甲纪念公园